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在网上交流的时候呢 难免会看到这个 这么一个群体 总是对他人 带着一种强烈强烈的 这种三六九等的看法 通过职业 通过人的现实处境去判断 一个人 这种恶习 是当然不是今天才有的 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长的一个 把某些特定职业的人 作为一种歧视 或者说特定的族群的人 当成一种歧视 这个被歧视对象的 这么一个历史 这个呢就叫见及和见明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好像很多人对这个 并不是很熟悉 可能有一些热爱 看肥皂剧的人可能会知道 那就是雍正王朝的时候 那个雍正皇帝大笔一挥 废掉了见及 有这么个事 那 所以呢这个 讲到这样 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三六九等 它的这个历史呢 它是非常右键的 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除了一直存在的 这种合法的人口买卖外 它还有官方户籍上 所认定登记的这个 见及和见明 见及和见明 它不属于市农工商 在中国人当中 是把市农工商 当成四类人登记 那在市农工商之外 它就属于见及和见明 他们通常呢 有固定的姓氏 而且呢 这个是种姓制度 它是随着你的姓氏 是代代相传的 随着你的职业 他们既不能科举 也不能做官 远都不说 这个要犯的朱元璋 就是 就是我们能够 看到就是近代 大规模搞见及的 就是从朱元璋开始 就 就是这样做 但朱元璋朝代之前呢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朱元璋呢 他是把特定的族群 当成见明 登记成见及 他把那个蒙古人 赶回草原以后呢 他马上就开始歧视 与蒙古人有关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族群 只要你祖上是蒙古人 或者是色慕人 那一概叫堕明 堕呢 是堕落的堕 也就是贱明 那不只是一个称呼 随后呢 他又对这些 被称为堕明的人呢 进行这种 种族和制度性的歧视 这些人呢 这些被称为堕明的人 他们只能从事一些 小商小贩 卖艺等在那个时代 被认为最下贱的工作 清朝的时候 根据职业呢 又将人口区分为 不同等级的户籍 清诗稿记载说 凡明之筑籍 其别有四 约明籍 约军籍 约一称卫籍 卫就是那个 古代的军事单位 约商籍 就是做生意的 约造籍 跟造有关的 这个 其经理之也 必查其祖籍 就是职业户籍为 剑籍的 你不得改行 不能冒充 别的人的籍贯 就像今天这个 安徽的农民 你不能冒充 北京人一样 这个剑籍的人呢 他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说 如四名为粮 四名指的就是 势农工商啊 奴仆 即昌游为贱 凡雅蜀 就是官府啊 应意 之 这个造立 马快 步快 小马 禁足 门子 工兵 武作 良差 及 寻 寻补银的翻译 皆为建议 就是给朝廷打工的那些 就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那些城管嘛 那在过去是建计 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子孙是不能 呃 考公务员呢 不能那个应试科举 是吧 但是在在清王朝的时候呢 就是除了市农工商以外 给政府干这些干脏活的这些 这些 这些这些城管跑腿的牙役 是吧 呃 那个 是著名的自媒体人 阿大爷呢 肯定不是 人家是 这个是直接就是找牙 人家是这个 是朝廷的人 朝廷兴富 哎 他不像我 我是朝廷兴富大坏 是吧 这个 哎 这些 这些人 他叫建议 呃 还有呢 叫常随与奴仆 其有冒籍 跨籍 跨边 桥籍 接近之 哎 也就是说 你想 哎 私自转换身份 这是不可能的 转换户口 门都没有 哎 这是清王朝的规定 那建民呢 他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叫法 前面讲了 就是那个 朱元璋朝的时候 称为舵民一词 那这个舵民的使用的作为广泛的是浙江的绍兴地区是他有这个绍兴除了舵民之外 他还有盖户越户盖户就是盖帮了是吧 要饭的盖户呢不得与一般的平民通婚和与平民的这个地位平等 苏州地区呢有盖户就是就是苏州地区也有盖户 这些舵民呢不能参加科举职业范围极其狭窄 大多干一些婚丧嫁娶的杂工等等 舵民呢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是地位非常低下 饱受歧视 这种贱民呢还有陕西的乐籍 音乐的乐 就专门从事这个教坊行业的 还有北京的乐户 这应该是一样的 福建两广的淡户河南的盖户 盖户也是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浙江地区和这个苏州地区一样也是有盖户 再有呢就是边疆地区的那些给披甲人为奴的叫披甲奴 这个也都属于贱级 一般来讲中国的市农工商这四个品种之间是可以流动的 他们可以互相通婚互相交流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户籍上是市农工商的呢 他可以考科举 可以学而优则市 赵为田舍郎 莫为登天子堂 这个都没有问题 而贱民与市农工商之间呢 远比美国的种族隔离来的还要的严格的多的多 是属于中国式的种族隔离 是实际上你要放到今天来看的话 中国的这种种族隔离依然在存在 一个人一个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安徽农民 他想拥有北京户口 那比登天都难对吧 你像我这个来美国没多久 我就在这就是合法居民 这个在在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个绍兴地区的贱民呢 他的男性是从事捕啊 就是捕那个青蛙 卖汤 女人做媒婆卖珠子 估计是珍珠之类的 或者是各种珠子之类的 是吧 当然皮肉生意也是比较常见的 当时的社会呢 称呼他们是叫丑惠不堪 乳戒乙疾 你瞧这个措辞是吧 就是人皆见之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 可以羞辱他们 可以想怎么作践 他们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中国社会 美国的种族隔离的时候 起码这个白人见到黑人 还不敢像中国式的这种 就是就是想怎么 作践他就怎么作践他 好像还做不到这一点 是吧 种族隔离其实核心的就一句话 就是平等但分离 是吧 这个是我想很多中国人是 不理解的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出台的这个法律 我这个白人跟你黑人 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的权力上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都是人 但是有一点我们分离 我们不不做一块 我们不做同样的车 我们不干同样的工作等等 这些东西分离 所以这是种族隔离 那中国不是这样的 中国是 这个是 只要你是建籍 建民建户 想怎么羞辱 你就怎么羞辱 有一类建民叫越级 我前面讲的是吧 这个他是在官府登记的妓女阶层 譬如在陕西 这个燕王朱棣将忠于建文帝的这些 如铁玄 齐太 黄子诚等人的这些女眷 妻女 扁入教坊司 充当官妓 就是官府登记的这些妓女 编入越级 在皇帝的时代 这种状况呢 实际上是很常见的 从事吹拉弹唱的这个建民越级 不只是中国人 他还有包括这个朝鲜越南 那些生活在中国的 他们依然也被编入到建民阶层 那越级的人 一般享受相对好一点的 这个物质生活 就是他们在物质上不是特别的匮乏 但是呢 身份非常低贱 他们不能就是叫良见不婚 就是跟那个士农工商是不能通婚 他们世代呢 只能从事娼妓行业 不能改变命运 法律呢 也不允许他们以婚姻的方式改变命运 你连嫁人改变命运都不行 是吧 那运气好一点呢 只能非常幸运的去被这个 世人良人纳为妾 那美国种族隔离时候呢 还有大量的黑人 他嫁给那些基督徒白人 他们也就这种种族的界限 也就被跨越了 对吧 在中国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贱人阶层和士能工商 是不可以跨越的 那么那运气不好的呢 这个 就即使是运气好 你嫁给了世人 就是读书人和良人 就是一般的好人吧 就是有良民阵的人 那你也没有任何地位和名分 你想做大访 绝不可以 那岳户呢 自北魏至清代 延续了一千多年 直到民国的时候 才从真正从法律上进去废除掉 我刚才讲 就是说如果是贱民的话 那你就可以随便的去作践他 安徽有一种贱民 叫半当 士仆 那这个地位 这比岳户 多名要悲惨的多 因为这个群体呢 是人人得耳可欺之 甚至呢 随时别的姓氏家族 可以对他们进行随意驱使 这就是这么恐怖 福建 广东等沿海地区 沿江一带呢 他有淡户 这个淡户呢 他是以船为家 捕鱼为业 生活漂泊不定 不得上岸居住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看那个鲁迅的文章 鲁迅的文章当中 好像是经常提到 他们家的那个用人 应该是叫阿长吧 这个阿长呢 就是这类舰级 是常年生活在船上的 当然这些舰民舰级呢 他还有其他的形式 比如这个青石稿的石货制 里边就是我前面讲的 在这个政府里面 从事那些保安工作的 城管是吧 这些人就是凡 这个亚蜀 一直造立 马快 那个步快小马 借为舰 是吧 这个当除此以外 其实还有别的种类的 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建民建籍 他是什么时候废除的 这个绍兴和常熟的盖籍 建民呢 他是在雍正元年 也就是1723年 是才被废除 雍正皇帝下旨 说正以一风一俗为兴 以凡习俗相言 不得镇拔者 嫌疑于自行之路 如山西之岳户 浙江之舵鸣 皆除其建籍 使为良民 所以利廉耻 以广风化也 那此处呢 所提到的这些建户 岳户 建民 从此以后呢 就是不得买卖 编户为名 可以从事正常的职业 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大家要熟悉 中国这个社会 它的传统是非常顽固的 它有一个漫长的这种 这种历史性 它的惯性 这种惯性呢 使得就是即使皇帝 那废除这个 那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也未必能够改善 对这些建民的看法 更何况这个雍正年间呢 那个废除这些建民的条件 也是非常苛刻的 建民需要经过四代人 才能正式去去除掉 他的建籍 其难度呢 一点也不亚于 今天取得这个北京 和上海户口 他还要求 这个亲友 不得沾建业 也就是说 你们家亲戚 和你们的后来的子弟 都不能再干这个行业了 雍正年间的 辉宁士仆 也就是安徽的 那个 那个 辉州地区吧 士仆 就是我前面讲的 也是建籍的一种 这个辉宁的士仆呢 被准许报官改籍 但是直到嘉庆14年 他们的服役 又重新被判为建籍 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是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其他的堕民 一直到光绪年间 才得以废除 最终彻底废除 建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 虽然户籍和身份解决了 但是江浙地区 对堕民的歧视 甚至一直到今天 都还依然存在 这是非常恐怖的 那同样道理是吧 更大规模的这种 把特定的人群 判为建籍 那不就是当代的户口制度吗 那假设中国的建民阶层 真的是在1912年 都被彻底废除了 那么我们要看一看 1776年的美国 这个 那当时的美国人 是如何对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他们整权的看法 你这样呢 你就会得到一个感受 就是这个中国人和美国 他的道德落差 是有多么的巨大 这个美国的建国者 是这么认为的 说必须在权力的平等 和结果的平等之间 做出区别 虽然不能保证 人与人之间 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平等 但要努力保证 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虽然不能期望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能力 但至少可以实现平等的权利 人们不可能有平等的财产 但是可以得到平等的保护 没有平等的地位 但至少可以得到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这是美国建国者们 对这个问题的 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看法 也许你认为 这个美国的建国者 并没有解决奴隶制的问题 但至少在那个时代的美国 可以说是地球上 人与人之间在权力面前 作为平等的国家 再者 这个只要这种正义原则被建立起来了 或者是在人们的观念当中被建立起来 解决奴隶制 它不就是早晚的事吗 而且这种解决呢 它不是说是只是一个制度上的解决 最终是要 还是要从观念上去去解决他们 那你就像我刚才讲的 中国的贱民和贱籍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在歧视他们呢 就是因为虽然制度上 这个贱民和贱籍在中国不存在了 但是在人心当中 它依然还在 是吧 那中国的人的这个奴性和太监人格 它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因此这个近前美德 自由民主法治 也根本不在中国人的土壤之中 中国人要学会 每一手段就是屈服于现实 或者让别人屈服于现实 要不你给我跪着 要不我给你跪着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价值观的底色 或者说 用梁主人的话讲 是吧 法家让你肉体跪着 儒家让你的身份跪着 道家呢 让你的精神和信仰迷失啊 跪着 就年没有产生过实质影响的 那个 这个墨家呢 也是在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面前 让你跪着 中国人的国学 总而言之 就是崇拜活人和物质的一个伦理系统 那在我看来 这个没有法治传统和正确的 生命认知 废除人 奴役人 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今天的中国 依然普遍的发生着欺压人的这种状况 更悲惨的是 这个中国的奴隶 他有很多人习惯了奴役 啊 他们的人生信条呢 往往就是说 别看我现在给你跪着 等老子哪天发达了 我让你给我跪着 所以相对于身体被奴役 更加悲惨的是 人的心灵被压制 难以得到成长 使得人始终处在一种动物性的 动物性的认知层面 那些鼓吹大唐盛世 是吧 鼓吹美好的传统的古典的中国的那些下流货色 比如什么文昭啊 江峰啊 这些法轮功的媒体 那如果他们生活在他们所渴望的那个时代 那很不幸 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剑籍剑名 那这就是他们所鼓吹的 五千年的神传文化吗 最后说一句 神并没有传文化 神只说了一件事 人心比万物的诡诈 全然败坏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